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新能源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轮胎旋律,公路上的动能交响曲 二热情打字机,键盘敲击的能量小提琴 三太阳能烤箱,烘焙美食的光热能攻防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轮胎旋律,公路上的动能交响曲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你们可能从未留意,但又无时无刻不在耳边奏响的交响曲 那就是我们的轮胎在公路上演奏的轮胎旋律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场动能交响曲的主角,轮胎 轮胎可不仅仅是一个黑色的圆圈,它是一个高科技产品,由多重材料组成,包括橡胶,纤维和金属丝等 这些材料经过精密的设计和制造,使得轮胎既有足够的强度承受车辆的重量,又有弹性以适应不同的路面条件 当轮胎与公路接触时,就像小提琴的公拉洞琴弦一样,会产生声音 这个声音的高低,强弱,取决于轮胎的设计,车速,路面状况,以及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 每一种轮胎都有它独特的音色,从低沉的嗡嗡声到尖锐的笑叫声,这些都是轮胎旋律的变奏 现在,想象一下,当你驾驶在公路上,四个轮胎就像是一个四重奏 它们协同工作,演奏出一首只属于你的交响曲 当你加速时,旋律就像是激昂的快板,充满了力量和速度 当你减速或是在雨天行驶时,它又像是一首凄美的慢板,细腻,而有层次 不过,这场交响曲有时也会出现失调 比如,当你的轮胎磨损不均或者气压不足时,它们就会发出异常的声音,提醒你需要进行乐器维护 而且,过度的噪音还可能成为噪音污染,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轮胎的设计也在不断进化 现在的轮胎不仅更加环保,耐用,而且还能减少噪音,让我们的轮胎旋律更加悦耳 未来,或许我们还能看到智能轮胎,它们能够根据路况自动调整形状和硬度 让公路上的动能交响曲更加和谐 所以,下次当你开车在路上时,不妨关掉音乐,听一听你的轮胎在演奏什么旋律 也许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无需购票,却又随处可听的奇妙音乐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热情打字机,键盘敲击的能量小提琴 各位亲爱的键盘艺术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话题 热情打字机,也就是我们的键盘,这个能量小提琴 在这个数位时代,键盘不仅是我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更是我们情感表达的工具 想想看,当你激动地敲击住键盘,分享你的最新发现,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与朋友们热烈讨论时 那些案件,就像是小提琴上的琴弦,随着你的情绪起伏,走出不同的旋律 有趣的是,如果你仔细聆听,每个人敲键盘的节奏和力度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些人轻柔而有节奏,彭扶在弹奏一首轻快的小夜曲 而有些人则猛烈而有力,宛如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交响乐 这些都是我们情感的直接反应,是我们内心世界的音乐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打字速度惊人的打字高手 他们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每分钟敲击数百次 这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一种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他们的键盘,无疑是被赋予了生命的乐器 每一次敲击都是对生活节奏的一次完美诠释 不过,我们也要提醒自己,过度的热情有时候会导致打字机综合正 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键盘手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享受在这能量小提琴上演奏时 也别忘了给自己的手指做做伸展 让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音乐休息的时光 最后,让我们以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无论是在工作中敲击报告,还是在夜深人静时敲出的心灵独白 我们的键盘都是我们情感的指挥家,引领住我们的内心乐章 所以,让我们继续热情地敲击吧 但也别忘了,偶尔让这能量小提琴休息一下 毕竟,每位伟大的音乐家都需要休息的时候,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太阳能烤箱,烘焙美食的光热能工坊 各位烹饪爱好者,环保骑士,以及对未来科技充满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你在野餐时也能修出大厨技能的神奇装置 太阳能烤箱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普 太阳能烤箱,这个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玩意儿 其实是一种利用太阳光作为能源的烹饪工具 它的工作原理简单到让人惊叹 通过反射板将阳光集中到一个点,通常是一个黑色的锅或烤盘上 这样就能将太阳的光热转换成烹饪食物所需的热能 想象一下,你在户外,没有电,没有煤气 只需要一个太阳能烤箱,就能烤出香喷喷的面包和蛋糕 这简直是野外生存节目中的终极生存技能 但别小看了这个,看似简单的装置 太阳能烤箱,其实是可持续技术的一个绝佳势力 它不仅能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碳足迹 还能在没有现代烹饪设施的偏远地区提供一个烹饪的解决方案 想想看,如果我们的祖先在发明火之前就搞明白了这个原理 可能我们现在的历史书上会有太阳神赐予的烤箱传说呢 不过,太阳能烤箱也不是万能的 首先,它的效率和天气条件息息相关 如果是阴天,那么你可能就得饿着肚子等太阳公公露个脸了 其次,温度的控制也没有传统烤箱那么精准 所以如果你是个烹饪完美主义者 可能会对太阳能烤箱的随性有些不适应 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你带着太阳能烤箱去野餐 你不需要携带重重的煤气罐或是寻找电源 只需要找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就能开始你的户外烘焙之旅 随着美味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你会发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而你也将成为野餐现场最闪亮的明星 最后,虽然太阳能烤箱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取代我们家中的传统烤箱 但它无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且环保的烹饪选择 所以,下次当你计划户外活动时,不妨考虑带上一个太阳能烤箱 让你的美食旅程更加光彩夺目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一些你们可能从未留意过的奇妙旋律和能量工坊 无论是公路上的轮胎旋律 键盘上的热情打字机 还是太阳能烤箱中的烘焙美食 它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奇迹 通过深入分析 我们发现这些看似平凡的事物背后蕴藏着无尽的创意和科技 轮胎旋律不仅是车辆行驶的伴奏 也是科技与设计的结晶 热情打字机让我们的键盘敲击变得有趣而富有节奏感 太阳能烤箱则将烹饪与环保结合 展示了可持续技术的潜力 作为观众,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是否从未注意过这些旋律和能量工坊? 或者,你们对这些科技背后的原理有更深入的了解? 请在评论中与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吧 作为六博士 我非常喜欢与你们一起分享这些有趣的话题 我希望通过我的轻松幽默的风格 能够让你们对这些平凡事物有一个全新的视角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 记得留下你们的问题和建议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